今天大陆两会外交部中外记者会 华为孟晚舟案备受关注 外交部长王毅直接点出美国的不怀好意 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司法案件 而是蓄意的政治打压 同时我们也支持相关企业和个人 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不当沉默的羔羊 王毅讲到机动处握紧拳头态度坚定 明显表态支持华为7号这场记者会 孟晚舟案有如连续剧大逆转 也被视为中国政府反扑关键 纵观过去一整年 中美贸易战摩擦 5G战双方关系紧张 外媒分析中美可能走向脱钩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与中国脱钩 就是与机遇脱钩 某种意义上 也是与世界脱钩 王毅也点出中美若走向过去冷战 也不合时宜 至于问到半岛无核化问题 他指出要慢慢解决 不应该从一开始就设置过高的门槛 也不应该单方面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这段话也似乎暗批 川津二会谈判破局原因在于美国态度强硬 至于谈闹中日关系 去年10月安倍相隔7年访华后 似乎有所缓解 王毅还打趣地说 今年中日提问变少 可见双方关系有突破 反倒是中美矛盾还得再找突破口 王毅这场中外记者会纵观过去国际大事 可以感受出来 在中日中朝关系都有明显改善 但反倒是去年的中美贸易战 再加上孟晚舟事件 导致中美关系变得紧张 而在今年两国的目标 就是要重新修补互信关系 是最大任务 以上是任意房联明达 我们在北京的采访报道